欢迎大家收看体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乌鸦队在拉玛尔·杰克逊的MVP之旅中 度过了一个梦幻般的赛季 但最终以眼泪、摔头盔和一系列错误告终 这些错误将在接下来的休赛期困扰着他们 布兰登 艾尤克将49人队在NFC冠军赛对阵狮子队的逆袭 归功于瓢虫的奇迹接球 加德纳·约翰逊的告别挥手 在49人完成逆转后显得过时了 49ERS在对阵狮子队的NFC冠军赛中 创下了有史以来的NFL季后赛记录 NFL季后赛五个要点 堪萨斯城将前往超级晚 但泰勒·斯维夫特会在那里吗? 请大家收看 乌鸦队在拉玛尔·杰克逊的MVP之旅中 度过了一个梦幻般的赛季 但最终以眼泪、摔头盔和一系列错误告终 这些错误将在接下来的休赛期困扰着他们 亚虎 巴尔迪摩乌鸦队在周日的美国足球联盟冠军赛中 以17比10输给堪萨斯城球长队 从季后赛中被淘汰出局 这次失利对于乌鸦队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他们是美国足球联盟的一号种子 拥有顶级防守和MVP级别的四分位 拉玛尔·杰克逊 乌鸦队的防守表现出色 将球长队限制在17分以及下半场0分 然而 乌鸦队的进攻在大部分比赛中都表现不佳 并在得分范围内犯下了几次代价高昂的失误 乌鸦队在常规赛中表现出色 但最终未能实现他们进入超级晚的目标 尽管失望 乌鸦队可以为本赛季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并将努力在明年继续取得成功 布兰登 艾尤克将49人队在NFC冠军赛对阵狮子队的逆袭 归功于瓢虫的奇迹接球 雅虎 旧金山49人队的广播接球守布兰登 艾尤克在周日的NFC冠军赛中 制造了一次令人瞩目的接球 从17分的落后中发起了一次逆袭 艾尤克在球团在底特律狮子队的脚位 金德尔、维尔多尔的头盔上后 完成了一次51码的扑球接球 49人队最终以34-31赢得比赛 并获得了进入超级晚的资格 届时 他们将面对堪萨斯城球长队 加德纳、约翰逊的告别挥手 在49人完成逆转后 显得过时了 雅虎 这篇文章讨论了底特律狮子队的安全卫 CJ·加德纳、约翰逊在NFC冠军赛对阵 旧金山49人队时 过早庆祝自己球队的领先 在第二节比赛中 当狮子队以21-7领先时 加德纳、约翰逊 向49人队的球迷挥手告别 然而 49人队从17分的落后中反击 最终以34-31赢得比赛 文章暗示 加德纳、约翰逊过早地庆祝在49人 队完成逆袭后变得尴尬 49ERS在对阵狮子队的NFC冠军赛中 创下了有史以来的NFL季后赛记录 雅虎 旧金山49人队在他们对底特律狮子队的NFC冠军赛中取得胜利 创造了NFL季后赛胜利次数的记录达到了38次 这超过了格林贝包装公和新英格兰爱国者队 成为NFL历史上获胜最多的球队 49人队将晋级他们的第八次超级晚 并希望自1995年以来首次夺冠 自1970年AFLNFL合并以来 他们参加了35%的NFC冠军赛 是所有球队中出场次数最多的 49人队与匹兹宝刚人队 达拉斯牛仔队和丹佛野马队并列第二次 出现在超级晚中的次数最多 他们将在2月11日的超级晚 雷埃印中面对堪萨斯城球长队 NFL季后赛五个要点 堪萨斯城将前往超级晚 但泰勒斯威夫特会在那里吗 澳洲ABC 堪萨斯城球长队将在超级晚 雷埃印中与旧金山49人队 在拉斯维加斯对决 球长队以17比10击败了 巴尔迪摩乌鸦队 而49人队则在24比7落后的情况下逆袭 以34比31击败了底特律狮子队 以下是会议冠军赛的五个关键要点 一、球长队的紧密端特拉维斯、凯尔斯、Travis Kelsey 在本赛季中表现出色 打破了杰里、赖斯、Jerry Rice的季后赛接球记录 凯尔斯最终以11次接球 116码和一次touchdown结束比赛 二、球长队专注于建立强大的防守单元 并依靠他们的经验在关键时刻取胜 Jerry S.Need对阵乌鸦队的强制性失误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举动 为球长队带来了他们从未放弃的动力 三、底特律狮子队在现代时代 从未进入过超级晚 他们几乎取得了一场历史性的胜利 尽管下半场崩溃 但狮子队的季后赛之旅 是许多球迷见过的最好的赛季 449人队的四分位 布洛克克、珀迪、Brock Purdy 是2022年NFL选秀中最后一个被选中的球员 他带领球队在对阵师资队的比赛中 实现了一次非凡的逆袭 尽管对他的能力存在疑虚 但珀迪表现出镇定和执行力 最终以267码传球和一次touchdown结束比赛 五个球长队与49人队之间的超级晚赋赛 让人回忆起他们在2020年超级晚Lleaf中的对决 球长队以31-20赢得了那场比赛 为主教练安迪、李德、Andy Reed 和四分位帕特里克、马洪斯、Patrick Mahomes 赢得了他们的首个冠军 第四次进攻失败导致狮子队 在对阵49人队的NFC冠军赛中失去领先优势 美联赦 底特律狮子队在NFC冠军赛的下半场 两次在射门范围内的第四次进攻失败 导致他们在半场领先17分的情况下 被圣弗朗西斯科49人队逆袭 最终以34-31实力 狮子队在上半场以24-7领先的情况下 似乎有望进入他们队史上的第一次超级晚 但在下半场充满错误的比赛中连续失去了27分 狮子队在失误、失球和特殊队伍错误方面遭受了打击 主教练丹坎贝尔在关键时刻决定进行第四次进攻 并没有得到回报 这场失利标志着狮子队一个神奇赛季的结束 他们原本希望能够进入他们的第一次超级晚 星期一的时间表 美联社 本文提供了1月29日NBA、NHL和大学篮球比赛的赛程安排 比赛对阵包括洛杉矶快船队对克里夫兰骑士队、纽约对夏洛特、新奥尔良对波士顿、菲尼克斯对迈阿密、尤他对布鲁克林、洛杉矶湖人队对修斯顿、明尼苏达对俄克拉和马城、萨克拉门托对孟非斯、华盛顿对圣安东尼奥、奥兰多对达拉斯、米尔沃基对丹佛和费城对波特兰的NBA比赛 在NHL中,纳什维尔将对阵沃泰华 在大学篮球比赛中,排名第四的修斯顿将面对德克萨斯 排名第十二的杜克将对阵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排名第九的LSU将在女子大学篮球比赛中对阵密西西比州立大学 观看萨迪克、贝德制胜补扣、老鹰击败猛龙 雅虎 在多伦多猛龙队和亚特兰大老鹰队的比赛中 贝西德被以最后一秒的捕篮扣篮帮助老鹰队获得胜利 尽管特雷、杨表现出色得到30分 但老鹰队在三分线上表现不佳 命中率仅为22.2% 斯科蒂、巴恩斯和乔丹 卢奥拉以24分领导了猛龙队 49ERS克服17分的落后 击败狮子队将与酋长队在超级碗中相遇 雅虎就是终于了结了 在上一年的NFC冠军赛中 四分位布洛克普迪因肘部受伤而错失超级碗 这让实力强大的旧金山49人队的超级碗梦破碎 本赛季开始时 这支星光熠熠的49人队怀着重返超级碗的使命进入赛季 帕迪带领49人队以史诗般的逆袭进入超级碗 我们学到了什么 雅虎 旧金山49人队在周日击败底特律师队 确保他们第八次进入超级碗 他们在半场落后17分的情况下发起反击 最终以34比31获胜 49人队将于2月11日在拉斯维加斯的超级碗 雷埃印中对阵堪萨斯城球长队 四分位布洛克 破敌在糟糕的上半场后带领球队实现逆转 完成了31次传球中的20次 总共267码和一个触地得分 并且还冲入了一个触地得分 49人队在半场时以24比7落后 但在第三节得到17分颁平比分 第四节出 49人队以27比24领先 并最终通过杰克 穆迪的33码踢球得分 赢得了这场史诗般的比赛 师队本赛季在主场取得了8胜2负的战绩 并且在季后赛中从未落后 他们本赛季在天然草地上的战绩为3胜3负 49人队在季后赛中 在利维体育场保持了6胜0负的战绩 费尔顿和东卡罗莱纳在加时赛中 以70比64击败天普大学 美联社 东卡罗莱纳大学在周日 晚上的加时赛中 以70比64击败了天普大学 RJ费尔顿以24分和11个篮板领导海盗队 而贾登、沃克在加时赛中贡献了5分 乔兰、莱利以20分和8个篮板领导天普大学 拉玛尔、杰克逊在季后赛2胜4负后说 我不是沮丧、我是愤怒的 美联社 巴尔迪摩乌鸦队在AFC冠军赛中被堪萨斯城 球长队击败 结束了他们通往超级晚的征程 尽管在常规赛中拥有NFL最佳战绩 并在季后赛首轮表现出色 但乌鸦队在对阵球长队时遇到了困难 4分为拉玛尔 杰克逊一直表现出MVP的实力 但未能取得重要进攻 并且球队只进了一个触地得分 球队犯下了多次犯规和失误 而球长队则表现稳定并充分地用了他们的机会 乌鸦队现在将反四本赛季 并考虑如何在下一次比赛中改进 2023年非洲国家杯 第16天我们学到的五件事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几内亚获胜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这篇文章讨论了最近非洲国家杯比赛中的红牌事件 以及对相关球队的影响 文章还提出了关于点球大战规则的潜在改变建议 文章还评论了科特迪瓦对塞内加尔比赛的宣传 质疑为什么要展示之前的失败画面 而不是突出球队的成功 将澳大利亚人将辛娜的弱点转化为大满贯的优势 悉尼先驱晨报 澳网冠军詹尼克 辛娜归功于他的教练达伦·卡歇尔 帮助他消除了比赛中的一个弱点 并赢得了他的第一个大满贯赛事 卡歇尔曾经执教过安德烈 阿加西 莱顿 休伊特 和西蒙娜 哈勒普 过去18个月以来一直是辛娜团队的一员 网球战略家克雷格·奥沙内西表示 辛娜的防守正手曾被视为一个弱点 但卡歇尔帮助他改进并将其变成了一个优势 卡歇尔的角色包括考虑更大的局面 并解决长期的不足核心里方面的问题 昆士兰州的汤姆·布雷迪 当里斯、沃尔时遇到一位NFL传奇 悉尼先驱晨报 布里斯班野马队的权威里斯 沃尔时从七次超级网冠军汤姆·布雷迪手中 接到了一个传球 引发了关于他未来在美式橄榄球联盟 NFL的讨论 沃尔时已经成为野马队球迷中的人气角色 他表示之前从未考虑过在NFL打球 但他知道这项运动可以赚到很多钱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闻内容 从美国足球联盟到篮球 网球和橄榄球 涉及到了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新闻中 有哪些有趣的细节和深入的分析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美国足球联盟的消息 巴尔迪摩乌鸦队 在季后赛中遭遇了惨败 尽管他们是联盟的一号种子 但最终以17比10 输给了堪萨斯城球长队 乌鸦队的防守表现出色 但进攻端的表现却让人失望 他们在比赛中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 最终导致了失利 虽然这对乌鸦队来说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他们仍然可以为本赛季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并期待在明年取得更好的成绩 接下来是关于NFC冠军赛的消息 旧金山49人队在面对底特律世子队时 取得了一次令人瞩目的逆袭 最终以34比31获胜 布兰登 艾尤克的奇迹接球成为了比赛的亮点 帮助49人队从17分的落后中发起反击 他们的4分位布洛克破敌在关键时刻表现出色 带领球队逆袭取胜 这是一场充满悬念和刺激的比赛 让人们对超级晚的对决充满期待 还有一则关于狮子队的消息 他们在NFC冠军赛中失去了17分的领先优势 最终以34-31失利 狮子队在上半场表现出色 但在下半场连续失去27分 最终错失了进入超级晚的机会 这场失利标志着狮子队一个神奇赛季的结束 但他们的表现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 我们还报道了其他体育赛事的消息 包括NBA、NHL和大学篮球比赛的赛程安排 以及澳网和橄榄球比赛的一些精彩瞬间 这些赛事都充满了竞争和激情 让我们对体育赛事充满期待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内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和细节 展示了运动的魅力和激情 无论是球队的胜利或失败 还是个人的出色表现 都给我们带来了许多话题和讨论的机会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对乌鸦队的失利感到失望吗? 你们对49人队的逆袭感到兴奋吗? 还是你们对其他体育赛事中的精彩瞬间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让我们一起分享对体育赛事的热爱和观点 谢谢大家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